台南市上个星期有一个小学男生无辜的被歹徒杀害 而命案地点就在学校附近的游艺场 有市议员今天指出台南市核发游戏场执照的数量 是五都当中最多的政治国小旁三家电子游戏场 出入分子很复杂 对儿童的安全跟身心发展都有负面影响 而市政府今天则回应 未来将会有更严格的管控 台南11岁国小男童在游艺场遇害 尚无举行告别式 同学们送上小卡片和亲手折的指课 献上无限的祝福 校长更特地带来毕业证书要送给方姓男童 由于方姓男童遇害的游艺场 景汉学校隔一道天桥引发各界质疑 电子游戏场设置审核标准 以及出入管理未落实 而台南市议员最终后发现 台南市电子游戏场发造数有479家 高雄市有366家 台中市248家 和新北市台北市相比 近高居五毒之冠 其中在台南市北区的一家小学 附近就有三家电子游戏场 或许这个地方有300平方公尺 它里面就设置三三执照 那这三执照呢 有可能它是讲白一点 那个合法掩护灰法 那这样的话警察局也很头痛 抓不完 要求师傅总体检严格划分 普通级和线制级场地设置不同进出洞线 避免出入分子混杂 而经发局也表示 六号已经公告实施自治条例 将设置地点距离学校议院 从原台南线的五百公尺 台南市的两百公尺以上 拉长到一千公尺 同时以不合照为原则 新发局说针对业者需负起公共安全责任 十七号将邀及中央部会讨论 建议修法从严管理 明定处罚条款 要避免憾事再发生 记者李宣 陈显坤 台南报道